上個禮拜,在高雄文化中心,我跟我的Nisley同學們有一個聖誕節派對。 我們邀請我們的小老師們,我們的寄宿家庭,也我們的別的台灣人的朋友們。 雖然我們有這個經歷,我還覺得高雄沒有一個非常濃厚的聖誕節感覺。 在這個錄影報告,我要訪問很多的台灣人,因為我真的要更了解他們的冬天,跟他們的季節的文化。 可以來? 高雄。 哦,你是高雄人? 對。 好方便。 你的最喜歡的季節是什麼? 夏天。 真的? 對。 哦,為什麼是夏天吧? 因為夏天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後可以去海邊玩。 然後我們就是會有暑假,雖然很熱,但是可以吃冰。 所以暑假的時候,你喜歡跟你的朋友們做什麼? 嗯,出去玩。可能就只是逛節。 哦,逛節。 在那個白河公司嗎? 不是,我們是去... 夜市? 類似夜市。 嗯,嗯。 我不常常去夜市,因為我覺得很多的老闆他們要騙著我。 哦,夜市通常可以撒假。 對,對,對,對。 我不能,我不能,因為我的中文比你還沒在你的程度。 嗯,對。 然後,你比較喜歡那個濕濕的跟熱熱的,或者冷冷的跟乾乾的天氣。 嗯,不喜歡濕濕的。 可是你剛才說你喜歡夏天。 可是,嗯,夏天有很乾的時候嗎? 哦,好,好,好,比如說,什麼月? 嗯,因為我還沒,我還沒,我還沒經歷那個,那個月。 乾喔,那就應該三四月。 剛開始,剛進入夏天的時候,剛開始要做的。 那時候,那時候比較剛好。 嗯,謝謝。 嗯,謝謝。 季節那個! 是襯押什麼? 啊,寂寞。 綠海 Shopping! 對,為什麼你喜歡冬天呢? 因為我覺得高雄的夏天那裡太 Hell did work too long. 嗯嗯嗯,嗯.... 然後,然後夏天的話,夏天的話我聽說 Fun� is more excessive than me with friends. 你覺得那是犯癥呢? 我覺得是冬天出去玩了比較好。 因為夏天出去就會一直流汗,然後就很不舒服 然後,妳最喜歡的自由活動是什麼? 自由活動? 冬天的話,妳最喜歡的自由活動 在家裡睡覺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在家裡睡覺的時候,妳的媽媽會給妳比較多的棉被 棉被 對,會不會 好聲音 好聲音 早 差不多 不好意思,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劉佩俊 劉佩俊,妳的妹妹頭是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對,真的 我有一個問題 這個冬天的季節,妳最喜歡的小吃 這個也是什麼? 關東煮 關東煮 然後還有糖 熱可可 早安 早安 妳在幹嘛? 嘗試拿我的外套 因為妳很冷嗎? 因為有點尷尬 不要 別那麼尷尬 妳非常帥 春節的時候,妳喜歡做什麼? 吃春捲 在家裡 跟誰? 我媽媽會做春捲 你有兄弟嗎? 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 好幸運 他們在上大學嗎? 我姐姐剛畢業 我哥哥跟姐姐剛畢業 所以,春捲的時候 他們會去妳家裡 吧? 他們還住在家裡 你是高雄人嗎? 對 我直接現在在上班 我哥哥在當兵 當兵? 當兵 對 他做當兵嗎? 不是,他是 就是我們國家每年都會 就是徵收十八歲的年輕 不是十八歲吧 反正就是一個歲數的年性 對青少年就是一批這樣進去 練習當兵 他是國家 就是徵召他們 好 然後 妳最喜歡的季節是什麼? 秋天 秋天 為什麼妳喜歡秋天? 因為它涼涼的 它又沒有冬天那麼冷 對對對 我同意 謝謝 謝謝